滚!都给我滚!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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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这样 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 你后悔了吧 我相信 总有一天 他们会理解我的 高伯 我想了解一下 田佩然的情况 田佩然 我想知道 田佩然死之前 和林木梁界 到底都干过些什么 田佩然已经死了 只能从他当年 身边的人入手了 那也只好这样 试试看吧 好 这事交给我 这个楼的主人 叫吴伯贤 就是这个人 当年一直跟着 田佩然做事 在田佩然死之前 他是田的秘书 现在他接任了 田佩然的职位 这就是他的车 每天都在这个时候 来接他上班 我不就会 是 他也会有家 在这就是 吃烤熔的 虽然开发 小汁 小汁 别动 你是吴波歇 是 我是 很好 我有些事情要问问 你是什么人 我是沙郎芳 我就是一个普通文员 应该不够你们出手的吧 谁说的 是罕奸的都该杀 我就是拿份薪水养家 干的都是跑腿的活 至于那些 动脑子汉人的事 从来都没有我的份 那你这汉奸 岂不是当得很冤 汉奸 你们呢 是不做汉奸 不知道汉奸的苦 做事 你看日本人的脸色不说 还不知道 哪天江山又坏了 早时候 连饭碗都保不住 我就纳闷了 冬一下 吸一下 一会儿蒋介石 一会儿又是汪精卫 这以前可不都是一家吗 前几天 我聘了个同学 到我办公室帮我 你猜 人家怎么问我 人家问了 老吴啊 你说 咱俩现在 算不算是罕奸的 你说 我听了这话 当时我心里什么滋味 我不杀你也可以 但是你得回答我的问题 行 你说 只要我知道的 我都告诉你 你以前是田佩然的秘书 是 田佩然和林牧是什么关系 林牧 哪个林牧 日本领事馆 卫队队长 日本领事馆 我 我知道这个人 但是 说不上是认识 当时是因为田佩然的原因 我跟他打过一次交道 什么时候 是日本人 刚进上海的时候 当时 林牧想在上海附近买块地 那个时候 上海租界的势力还很强 日本人虽然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 但是 只要是牵扯到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时候 还是要遵守规矩的 后来 就是因为这个事 田佩然帮他介绍过一些关系 我就是那个时候 认识这个林牧的 根据这个日本间谍交代的情报分析 我们推测 这个武器生产工厂 应该就在上海附近 林牧买地干什么 说是开沙场 具体在我没赶多大天 那块地在什么地方 好像是在松江附近 松江 对 是在松江附近的山上 大概有九百多亩 我就知道这么多了 回去以后 闭上嘴 不然别怪我们客气 行行行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小妹 今天怎么样了 你说呀 林牧今天没去国际饭店 这个情人时间可够短的 二姐 我看还是算了 这么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都怪那个陈春雪 要不是她 林牧也不至于活到现在 二姐 要不 我去把小雪鞋找回来 你敢 那你说现在 就凭咱们俩 根本什么事都干不了吗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实话实说嘛 你说现在就凭咱们俩能干什么 是能杀林牧还是能干什么 再这么下去 我真受不了了 大姐在就好 也不会把事搞成这样 大姐 你 二姐 对不起 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 二姐 老吴 你回来了 你没事吧 怎么了 我有什么事 你不是被绑架了吗 你司机小陈昨天就报案了 日本人昨天都来了 这个小子 我没事 没事 是误会 误会 我还有事 你忙你忙 这个怎么办 怎么办 我有什么好可怕的 我什么也没做 不就是回答了那个女人几个问题吗 不行啊 沙兰花关心的事 肯定是大事 搞不好 松江那个工厂 有什么猫腻 这事要是日本人问起来 我是说 还是不说的 说了 沙兰花 饶花饶不了我 不说 日本人 同样也饶不了我 天哪 我怎么这么倒霉呢 立即去找 怎么了 吴伯贤放出来了 今天上午去了办公室 可是我们的人到那 他又失踪了 又失踪了 我们的人去他家里 发现他已经收拾东西跑了 他为什么要跑呢 根据腾野队长提供的情况 这个吴伯贤非常的可疑 他曾经是田佩然的秘书 报案的司机说 绑匪有枪 是个女人 照现在看来 应该是陈春雪 这个田佩然背后 应该还有个秘密 要不然 陈春雪不会追这个死人不防 更奇怪的是 这个吴伯贤毫发无损地 给放回来了 我想沙郎花应该从他身上得到了需要的东西 那这个姓吴的 为什么又跑了呢 我的猜测是 他听说司机报了案 担心我们去调查 所以才选择了消失 到底是什么重要的事情 让他这么担心我们的调查 以至于宁愿逃亡呢 高桥的疑问 把陈墓逼到了角落 老师 关于田佩然背后的秘密 我需要一个解释 看来 是到了摊牌的时候了 我一直在等待 一个合适的机会 告诉你一切 我已经准备好了 这一切还要从十年前说 当年的事情 你也都知道吧 陈生为了破坏帝国的军神计划 偷走了细菌菌珠 幸亏我们及时得到了情报 在田佩然的帮助下 我们找到了陈生藏身的地方 并夺回了完整的细菌菌珠样本 大道军医少将 他对我的能力给予了很高的肯定 大本营也知道 和中国政府的战争不可避免 但面对中国庞大的人口 和辽阔的土地 我们需要更有威力的武器 所以大道将军的军神计划 被大本营接受 他再次来到上海 将军神计划交给我全权负责 所谓的军神计划 就是利用在哈尔滨发现的 高质子性鼠疫细菌制造炸弹 然后在战区进行投放 以大量毁灭中国的军队 此外 我们还在华北 对那些不肯加入堡垒村 和封闭式管理的村落 投放细菌弹 削弱共产党的抵抗势力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我们需要在上海 建立一个细菌工厂 可是因为上海 这个城市的特殊性 我们不能直接征地建成 所以当年 是利用田培然购买的土地 而田培然的秘书 对这些事情有所了解 这就是我担心的 现在工厂已经开始运转 关于细菌弹的各项研究 也正在进行 很快 我们就能为皇军提供 大量的细菌武器 这是帝国的最高机密 可是陈春学 却也有所察觉 所以您才愿意冒险出来 亲自作儿又补陈春学 为了军神计划的安全 我没有别的选择 那个秘书说 他知道林木 因为田培然 曾经协助林木 在松江那边 买过一块地 而这块地 有九百多亩 就在松江北面的山里 这块地 会不会就是那个工厂呢 这个消息很重要 我会尽快查证的 不过 你不该一个人去查的 应该告诉我 我可以帮你 这是我的同名状 什么 我想要加入你们 这段时间 我经历了很多 虽然我 我们沙狼花 试杀了一些日本人 可是我觉得 这样下去不行 我的每一次自杀 都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我们的每一次行动过后 经常让局面失控 甚至伤及无辜 这不是我要的结果 我想 要成为像你一样的人 有坚定的信念 引导着 对自己的所作所为 毫不动摇 所有的同伴 都相互的信赖 相互依靠 我知道 我是不够格的 所以 我想找一些 对你们有用的信息 给你们作为见面礼 让你们接受我 我们又不是什么帮派 需要什么同名状 其实 只要你爱过我 并且愿意加入 我们抵抗侵略者的队伍 那你就是我们的同志 那这么说 我够格了 你不是已经参加 我们的战斗了吗 夏宝珠他们怎么样啊 他们是这么想的吗 我已经离开 煞狼花了 为什么 为了精神计划 林沐现在还不能死 所以我打晕了夏宝珠 带他们离开了行动现场 那他们能理解你吗 不过 他们以后会的 我父母在天之灵 会借我的手 让军神计划 这个秘密暴露出来 我会豁出一切 阻止他 因为这是我爸爸 妈妈 他们曾经舍弃生命 也要做到的 我必须得完成他们的愿望 我常常想 我们大和民族 就像岛国上的犹太人 犹太人没有自己的国家 无论他们流落到哪里 都不是那里的主人 都会受到排挤 我们日本 这是一个狭窄的岛国 我们的资源 十分有限 却人口众多 还有地震 火山 海啸 长年不断 你想过没有 有朝一日 当这种种灾难 使这个国家千疮百口 有限的资源耗尽的时候 我们能去哪儿呢 所以 我们和中国人相比 我们有危机意识 懂得未雨已筹谋 我们不会躺在 富饶的土地上沉睡 让自己的身体腐败生躯 所以才能在短短几年时间里 我们占领了中国大部分土地 这新的版图 才是我们大和民族的希望 亚泽 你身上流淌着 满清皇族的血液 你的未来 跟我们大和民族是分不开的 我们的努力 一定会让这片土地 充满希望 我希望有一天 整个中国 乃至亚洲 都会变成 日满的热土 来 奇怪 我们封锁了所有的车站 码头 就是没有吴博贤 和他老婆孩子的身影 他可能在上海 藏起来了 他的亲戚朋友父母那儿都查过了吗 他父母已经死了 我派人调查过 他好像没什么情人 严密监视 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是 队长 我们接到情报 有一笔怀疑是 虞信业仿钱案的赃款 被存入了中央银行 除户是谁 除户是谁 医生 圣渊航医院的医生 我 凌木买过一块地 就在宋江北部的山里 我怀疑 这跟军神计划有关 细菌武器工厂 很可能就在那里 你尽快通知聪明支队 一旦工厂位置确定 立刻制定行动计划 好 我明白 慢走 不好 日本仙兵队 你赶紧走 我掩护你 不行 你不能出事的 你赶紧走 没有时间了 不行 要走咱们一起走 把枪给我 不行 赶紧走 谢谢医生 你的冰情 请你出去 你们是谁 你们干嘛 你是克莱尔医生吗 是 我们怀疑你和一起绑架有关 请你回宪兵队 配合我们调查 什么绑架啊 我没有绑架过人 请吧 你 你们干嘛 你们在干什么 我没有犯罪 你们没有权利抓人 我没有犯罪 你们没有权利抓人 你敢吧你们 你松开我 松开我 我没有犯罪 你们没有权利抓人 没有权利 听说昨天你往银行里存了一笔钱 是吗 对 这是我的私事 那笔钱是一起绑架案的赃款 我们在钱上做了记号 我 我不明白 我没有绑架过任何人 这些钱 是我赚党的收入 可是 据我所知 医院的薪水可没有那么多 这是我收的帮助 是我的房客 付给我半年的租金 你的房客 她是谁 是一位叫 吴美丽的中国女士 吴美丽 自从和陈春雪分手以后 夏宝珠又干起了老本行 去酒吧勾引日本兵 然后骗到酒店杀掉 对她来说 这是情车熟路 此刻的她 就像猎人一样 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猎 就是她了 倒霉鬼 小姐你好 可以请你喝杯酒吗 我叫不编 请问你怎么称呼 马格瑞塔 我要一杯马格瑞塔 你好请给这位小姐来一杯马格瑞塔 马格瑞塔 你什么时候去问胖妞了 你好 我们可以换一个地方说话吗 请 请问我们收拾一下 稍等一下 这里不是很干净 请坐 请坐 谢谢 你中文说的不错呀 谢谢 这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学的 不过 我就会一点点 你还上过大学呀 是的 京都市立美术专门学校 我是学画画的 学画画的 那你来中国干什么 我一直都很喜欢中国的文化 能够到中国来工作一段时间 一定会有很大的收获的 该死的鬼子 居然把侵略中国叫工作 你学画画的 那你这双画画的手 拿得动枪吗 枪 我从来都没有摸过枪 我的工作 也跟枪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不是当兵的 那你穿这身衣服 我是一名美术兵 我的工作就是画画 美术兵 还有这种兵 那你都画些什么呀 我们可以不谈工作吗 谢谢 来 干杯 吴美丽 倒是个挺贴切的名字 为什么不立即抓捕 因为我们主要的目标 陈春雪还没有出现 这有什么区别吗 拿了夏宝珠 可以让它供出陈春雪 我并不认为 从夏宝珠的嘴里 一定能得到陈春雪的下落 没有尝试 你怎么知道 不管是江秋宁 还是张新桥 他们宁可死 也不愿意共生同伙 陈春雪已经溜掉太多次 我不想再给他讨掉的机会 一个贪图享乐的女人 会有那么强的意志力吗 我们现在需要的 是耐心的等待 这一次 是我们距离沙拉花 最近的一次机会 我不想有任何的闪失 黄包车 黄包车 稍等一下 请 谢谢 谢谢 你不上车吗 哦 我们每天晚上都要回宿舍的 那好吧 希望下次还能见到你 可惜了 是个日本人 哦 你好 请帮我把这位小姐送回她的住处 好嘞 谢谢 慢走 慢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没有男人来过 没有 没有任何人来过 继续坚持 不要放过任何线索 是 夏宝珠看起来是个脾气暴躁且有些固执的人 我们的人多次发现 他经常训斥和他在一起的那个女孩 他们两个倒是有明确的分工 那个女孩负责生活中的一些杂事 比如说去黑市典当一些首饰 购买一些洋酒和汽油 而夏宝珠除了每天睡觉 就是去酒吧私混 他们之前倒是监视过领事馆 不过很快就放弃了 还发现了什么 没有 没看见陈春雪吗 他们会不会有别的联系方法 暂时没发现 要这么等下去可不是办法呀 不会太久的 我有了新的打算 你怎么想让人家酵 我也是 都不能让我再新闻 好 走开 干什么你 美女 寂寞 酒宝 先生 来一杯 跟她一样的 我请 好的 美女 你很漂亮 我喜欢你 钱放这 美女 别走啊 我给你点个酒 你很没喝呢 滚开 美女 别走啊 再喝点啊 你放开 美女 别害羞啊 来 这个吧 来吧 你放开 那 嗯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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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